簡單一句話叫量調了 什麼叫量調呢 就是說我們對你所有的相關的信任 我們認為你是個新政治 我們也認同你覺得 藍綠之間要有另外一個 所謂的第三政黨的浮現 所以很多人是基於這樣的情況 然後認同你的理念 然後支持你 結果現在發現說 哇塞 你腐化的程度 比其他的黨還要來得快 而且更赤裸裸 沒有人會直接拿選舉補助款 直接來買房 結果這件事情 你竟然直接做到了 然後也沒有人像車手一樣 在那邊進進出出 進進出那麼多的錢 結果我們的第三夫人 現在變成第一女車手 所以在這一些種種的一個解釋 你都不解釋情況之下的話 自然支持者的心 就會慢慢地離開 也都沒有辦法再對你 提出更多的信任 第二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最關鍵的 就是民眾黨對於所有大家的質疑 他不解決問題 他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所以現在小平哥被狙擊了 然後淑慧也被狙擊了 那這樣子有用嗎 當然沒有用啊 我們所有人一個一個 我們對他的質疑 不會因為你們去抹黑別人 我們就而畏懼 我們還是會質疑啊 我繼續質疑你的眾望基金會啊 對不對 晃哥也會繼續質疑啊 沒有人會因為 好像我們提出質疑 然後你就想方設法來 把我們抹黑抹各種顏色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因此而閉嘴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提到剛剛講到的就是說 政黨部分的一個支持度 竟然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少掉兩百二十萬人對他的好感 這是非常驚人的 結果沒有想到這樣子 一個這麼直接的數字 結果我記得好像是前幾天 他不是還有人講出來嗎 台灣目前為止有五百萬人 不相信 相信柯文 則事實上是清白的 覺得認為現在執政黨呢 是有一個司法 等於是說政治的力 介入一個司法 同一個民調機構 同一個人講的 上禮拜跟今天講的不一樣 然後這大家都開始在引述嘛 那大家會覺得說 現在是怎麼樣 這實在是讓人家覺得 是有點莫名其妙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民眾黨會舉出 他們認為對他們有利的數據 用這些數據 然後來不斷地去跟他們小草 進行說服 第二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我跟你講 為什麼他們現在變成 不管是館長 我覺得館長這個話很有意思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張弄柯文哲 我跟你講啦 會暴動啦 他還斷言 柯文哲從台北看守所出來 這樣會黃袍加深 我們是民主國家 任何的一個位置 都是要選舉出來 什麼叫黃袍加深 但是你知道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出這樣話 很簡單 因為其實現在他們就迫不及待 要把柯文哲 像是一個殉道士一樣 要把柯文哲他在裡面 如果積壓得越久 就會他們用一個悲情的訴求 還有就是他們會訴諸一個 什麼政治力介入的方式 然後讓社會來凝聚 可能是不是阿伯真的 為什麼要被羈押這麼久 是不是真的有些相關問題 打這樣的訴求 但你覺得這樣有用嗎 當然是沒有用 到目前為止 所有可疑的賬 包括619萬 你哪裡來的 你為什麼在那麼密集的時間點 尤其在沈欣經 論公行長的時間點 你陳佩琪會有這樣進賬 再來那個易小微的4300多萬的一個賬 為什麼也是在你那個吃便當會之後 開始進行了一個論公行長 還有包括其他人 然後現在所有 你看副市長也被押了 然後那個都發會的 那個都省委員的這一個也被押了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著事實上你們是一個 集體性的一個犯罪 不是說只是下面一兩個人 那這代表就是說在圖利的部分 尤其是之前法官的裁定書上 也鐵板丁丁 圖利是保底的 所以我覺得事實上 現在他們其實也認為就是說 柯文哲在圖利這一塊 逃不掉的情況之下 那只能怎樣 就把你送上斷頭台 把你送上祭台 要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來擰聚 你看喔 你看他們用這樣對付柯P 就代表著 我們民眾黨是有一個威脅力的 要把柯P送上斷頭台 以延續民眾黨 甚至是黃國昌 自己本人的一個政治的 延續的生命力 但我覺得事實上 選民都會看得很清楚 畢竟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講 如果我自己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辦法買起房 為什麼你可以三不五十 不斷的匯款匯款匯款 然後匯給你的三個小孩呢